欢迎大家来到《灵修分享》,今天是11月26日。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三章一至八节,主题是《属灵人专注将来的赏似》。 现在先读经文。 大兄们,我从前对你们说话,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,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,在基督女为婴孩的。 我是用奶为你们,没有用饭为你们,那时你们不能吃,就是如今,还是不能。 你们仍是属肉体的,因为在你们中间有疾度、纷争,这岂不是属乎肉体,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? 有说,我是属保罗的,有说,我是属阿波罗的,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?阿波罗算什么,保罗算什么? 无非是执事,照主所赐给他们各人的,引到你们相信。我再重了,阿波罗虚观了,唯有神叫他生长。 可见,再重的算不得什么,孝观的也算不得什么,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。 再重的和孝观的都是一样,但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功夫,得自己的赏赐。 今天密想这段经文的时候,很自然就想到这段经文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,就是说到属灵的人。 保罗就告诉当时收信人的哥林多教会众圣徒,他不能将当时的圣徒当作属灵。 那属灵的人,属灵的基督徒,应该是怎样的呢? 那这段经文去到第八节,保罗就暂着一个属灵人的角度而言。 他这样说,但将来,原来属灵人会看到将来的。 而这个将来就不是指到很近的将来,而是说到主在来,主要赏赐众圣徒那个时候。 所以圣经这样说,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功夫,得自己的赏赐。 也就是说,保罗站在一个属灵人的角度,就表达出一件事。 属灵人里头的心灵,他是看见将来要在父神面前,在主面前,得自己属灵的赏赐那个时候。 心里面常常挂着就是这种真真正正从神而来永恒的赏赐,而且是照自己的功夫而得。 那好了,当属灵人是这样,专注在将来天父要得的赏赐的时候。 那这里反映了另一类的基督徒,叫做属肉体。 那属肉体的基督徒又是怎样的呢? 原来他挂着地上的事。 地上的事就令到人里头有一种霸坏的心灵,叫做疾导。 这种生命就带出一种外显的行径出来,就叫做纷争。 我们知道当时的哥林多的圣徒,因为跟过不同的信仰的师傅,有保罗,有亚波罗。 他们有一些事情看不透,所以就被心中的疾导牵引住。 最终好像世人一样,为着某些名利,为着某些高于别人的感受,而产生一种质道和纷争。 所以,很明显,属灵人和属肉体的人,生命当中的焦点实在很不同。 一个在活在世上,照世人的样子,效法世人一样。 而另一类呢,就是能够越过这种界限,看见永恒真实的赏似。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别呢? 因为,属灵人的保罗,有近深属灵的分辨力。 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的了。 亦都是我今天,灵的里头有一种体会。 圣经这样说,阿波罗算什么,保罗算什么。 所以能够分野出属灵人和属肉体的,最重要的关键点, 是因为他们里头有一种生命中,属灵视野的不同。 保罗就说明了,阿波罗算得什么呀? 保罗自己又算得什么呀? 是不是轻看自己呢? 不是呗,因为他说,我栽造了阿波罗销灵了, 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了,那又算得什么呢? 如果相对于神而言,我们这帮作工的人算得什么呢? 因为他说,唯有神叫他生长。 所以不是阿波罗叫圣徒的生命成长, 更不是保罗他自己认为他叫圣徒生命成长。 而保罗很清楚认定是神叫众圣徒成长。 所以他不会活在这帮属肉体的圣徒当中, 凡乎他好像叫圣徒成长,而夺取了神这个身份和荣耀。 保罗有一个很准确的眼光,神的荣耀是要归及神的。 所以他的视野也很清楚,知道地上他要追求的, 不是世人一般那种质道而来的纷争,争夺这种虚荣。 而是要得着,作完这一切工作之后,神给他的永恒的赏赐。 所以今天,读到属灵人应该专注将来的什么呢?就是赏赐。 所以今天,我站在自己一个属灵的职份作为传道而言, 又成为我一个很大的提醒。 愿主亲自帮助自己,无论在哪个范畴,在哪个职场上的服侍, 都要提醒自己,要作熟灵人。 因为今天,是照着神的吩咐,无论是作灾众的, 无论是作在别人身上,或是作在自己身上。 这一切的功夫,目的不是要得着地上人的夸耀追随, 而是得着往后将来,自己功夫所得的赏赐, 也是神所赐的。 当我密想今天这段经文之后,我就有以下的祷告。 天父啊,感谢你再次给我密想这段经文, 使我凡思自己熟灵成长的路径是否符合你的期望。 要成为一个熟灵人,我要感恩, 因为你的话语督摘我,使信仰生命容易偏离的我,可以归正。 哦,愿天父的大能使我漸漸成为熟灵的,而不是熟肉体的。 照世上的人到日,不知自己要得什么。 求主,助我看清自己的积分与托乎,看得合乎中道。 天父啊,感谢你使我想到自己与众圣徒一样, 都是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,保罗的心思都在哪里。 所以,能以熟灵人的生命与过熟肉体的质道与纷争这等试探。 天父啊,愿你上职圣灵提醒我, 尊心完成你在地上托乎我的熟灵之份与任务, 因为我要得你赐给我的。 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,阿门。 今天灵修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愿神透过祂的话语帮助你和我,能成为熟灵人, 看见将来要得的赏赐,靠着主恩勤作供。 再见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